大家知道 老葉剛剛星期三打了新冠疫苗 就是Astrosinica 即是阿斯利康 現在在RT Russia Today 今天俄羅斯 有一個影片 我將影片摺在描述中 大家要照顧看 就說 在歐洲現在傳一個消息 這個消息就是 說俄羅斯說 所以 今天俄羅斯要出來澄清 這個不關俄羅斯的事 這個是由Astrosinica 即是英國的 牛津大學 製造出來 阿斯利康 的集團發出來的消息 就不是 俄羅斯發出來的消息 就說什麼呢? 大家在營業網上看到 就是 在歐洲 阿斯利康所引致 每一百萬人的死亡數字 以及 美國德國 每一百萬人的死亡數字 就發覺 原來 原來 比阿里斯康 Astrosinica 高很多倍的 那三四倍 大家在營業網上看到的 但是去到英國 數字相反相差不遠 但是 輪到Astrosinica 稍比 Astrosinica 高一點點 到底這兩個疫苗 到底哪個安全 哪個危險 我想大家自己 做決定 我這裡無法選擇 所以我必然是 Astrosinica 我已經打了 直接跟大家說了 我太太也打了 我們夫婦也打了 所以呢 我們兩個到目前為止 沒事 過去幾天 太太比較累 睡了很多睡覺 我第一天 有一些發燒發燒 但不是真的發燒那種 但是 現在已經完全有夫婦正常 所以 對我們兩個來說 都好像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副作用 不是很厲害 我們因為沒有打 Visor 不知道 這些數字 也不知從何以來 只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讓大家參考 或者